受制流封面影響 这个星期天气不太稳定 尤其星期二到星期五 西南季风增强 加强封面结构 进入梅雨期带来明显降雨 东北部有短暂震雨或雷雨发生 一直到星期六雨势才会趋缓 星期天阳光露脸几率才会比较高 因此民众这个星期出门还是得攜带雨具 气象局指出 这周都会有封面在台湾附近徘徊 天气不稳定 水气偏多容易下雨 周二24日至周六28日 西南季风增强 加强治流风结构 进入梅雨旺盛期 全台都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发生几率 2324252627 这是五天都会受到这个封面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封面下来的时候 它一路会往游北往南走 然后在花莲这边 基本上还是会形成一个比较偏东北风 然后偏东风的情形 所以我们这一周在前五天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是23到27号的时候 都受到这封面的影响 所以天气都不是很稳定 有些局部地方可能还有些雷震雨 不是震雨这个情形 不过到了28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封面大概就已经影响我们的比较小了 开始转变吹南风 所以2829就是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 目前看起来2829天气会比较好 不过可能吹南风起来 湿度可能就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高温 大概都在2627附近 就是星期天的时候 因为开始天气会比较好 所以温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低温大概都在2324个情形 伴随降雨 气温偏凉 周末封面将会北移 但水气并未趋缓太多 降雨将其中在台湾中南部 东半部有机会阳光露脸 不过仍有零星短暂雨几率 提醒民众这周出门要携带雨具做好防疫 记得讲帮月华领事报导